台南市市长赖新德宣布今年进入创意产业元年 除了强化当地文化创意产业加值外 更是以实质的政策鼓励在地业者发展 期许在地文创百花齐放 台南市政府是有建于台南市的企业 中小企业占了98% 总共大概有8000多家 这8000多家的中小企业 其实提供了相当大的工作机会给台南市市民 产业能够升级技术能够创新 然后也让整个台南市能够远远不绝的发展 县市合并之后其实我们对这样的创意产品 透过SBIR就是有在做一些补助 不过因为今年是创意产业年年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所谓创意产品开发的 这一项的补助其实把额度提高了 那我们希望说中小企业都能够来永远来申请 台南地方特色强烈 新阶段办理103年度地方型SBIR 特地将受理期限延长 总补助经费预计1500万 每家厂商上限100万 约能补助25到30家厂商 带动相关产值约1亿元 新产品开发的补助我们今年总共匡列了1500万 那厂商我们希望说我们最高补助100万 那我们也是鼓励说有一些比较小的商品的创业 其实是也蛮有商机的 那如果说你这个计划比较大的 那我想我们也可以辅导他到中央来申请 这个中央型的SBIR 因为中央型的SBIR其实是会用 或是整个计划会比较大 那我们鼓励说大型的超过100万的 我们都鼓励他到中央来申请 新发局局长方静诚表示 中小型企业可享有台南市政府补助之外 对于较大型的企划市府单位 也会辅助向中央申请经费 一系列的补助计划和相关政策 在在证实创意产业元年不止是个口号 记者王岐勋台南报导 见到 着 sale is i 愿意亦 证明 可能 交